您好 欢迎收看5月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会 110年花莲县母亲节 模范母亲及模范婆媳的表扬大会 7号在美人饭店举行 县长徐正蔚亲自颁发永生花奖座表扬 今年共表扬了33位的模范母亲 还有22对的模范婆媳 县长也向在场获奖者表达恭贺之意 同时也叮咛妇女姐妹们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成为家庭幸福的力量支柱 近日与会的贵宾灌溉云集 包括了建安乡长游书贞 县议员黄灵兰 黄兴 张美惠 郑宝秀 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 县议会秘书刘宋斌都到场献上祝福 县政府今年以代表母亲的康乃馨永生花 来制作表扬讲座 透过永生花永不凋谢的特性 以象征圆满与包容的圆形玻璃花器来装载 彰显母亲温柔又坚韧不朽的爱 也是子女与家人们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与祝福 让家中的这份爱得以永续并延续 再次恭喜所有的模范母亲以及模范婆媳 真的真的不容易 花莲之所以能够这么温暖 我想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很温暖 每一个妈妈都有不同的人生阅历 每一个妈妈都是家里的一部经典 但是在正位看了我们55个模范母亲以及婆媳 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每一个妈妈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身体力行的标杆 更是身教重于言教 所以在每个辛苦的过程中 妈妈永远是非常非常的坚毅 而且包容 把自己说到最小最小 永远以家是天家是地 家的幸福就是对自己 最大的梦想 还有最好的追求 正位深深可以体会到 所以每一次正位都说 只要花脸好 只要大家好 正位就好 县长徐正位感性地说 母亲是支撑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 父女姐妹是家庭的幸福来源 并叮咛拟拥有健康的身体 以及良好的婆媳关系 才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她也提及 县政府今年特别选在星期五举办表扬大会 避免影响受表扬家庭 假日团圆的时间 其免为人子女 善尽孝道 珍惜与妈妈相处的幸福时光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